嗨 最近我拍了一部跟Model 3如何選擇顏色還有輪胎的影片 那支影片比較著重於顏色 接下來的影片我要說明輪胎 還有教您如何辨識Performance的Model 3 20 吋跟18 吋輪胎的差異 那左邊這邊是Performance的輪胎是20吋的 那它是一定要選這一個輪胎 那不是Performance版本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個最普通的18吋 你也可以選19吋 那49吋的輪胎就是銀色 然後看起來就像Performance的那個輪胎 暫停一下 這些是上個影片的畫面 連結在下方如果你們還沒看的話 這個影片所講的輪胎只是展示Model 3有什麼輪胎選擇 以及整體感覺方便你們做決定 性能版一定是20吋 因為那個輪胎是專門給跑更快的車配的 裡面的工藝真的不是我這個小女子幾天就能弄懂的 如果講錯了請多指教 那麼今天就用一個欣賞的眼光來鑑賞這幾個輪胎在Model 3上面的樣子吧 那Performance就是那個性能版的車 它就會是銀框的 而且有這個紅色的開的就是那個煞車夾 它的差異就是說 這個輪胎的框圈跟它的塑膠的部分是比較窄的 就是像信用卡的尺寸 那它的比例大概是這個樣子 曾經有一個YouTuber他是在高速公路上開過一個坑 那那個坑就是直接把它這個鋼圈就是撞帽了 因為它這個地方很薄嘛 而且一撞是不只一個輪胎 連後面那個輪胎也是一樣 那麼 這是普通版的18吋 那剛才那個性能版是20吋的 普通版的話 就是相對它塑膠的部分就會比較厚一點 那同樣的我用這個卡來做比較 所以它的差異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這個防風組的一個特殊的設計 那其實你也可以把這個拆掉 我覺得這個防風組就是 就是用意就是要讓你省下一些電 真是天主我也啊 隔壁現在來了一台19吋的輪胎 19吋輪胎跟20吋Performance的差異 那我用一樣的方式也來比較一下這個19吋輪胎它的塑膠的部分 讓它更 讓它更 這個Performance的差別 它的整體感覺 它的整體感覺 再看一下它的大輪胎 普通的 普通的 那普通的18吋跟 20吋大輪胎 20吋大輪胎 很久以前的性能版的車才有這個白色的內飾 但是現在你也是可以選過白色的 那個性能版Performance的車呢 都會有這一個 這個東西 但是我也曾經看過有一台車沒有啦 那麼這個東西其實你也可以找第三方公司然後購買 那有些做得很好就是它的尺寸是完全符合 但有些就是做得稍微短一點啊 就是不怎麼好看啊 正腳這裡也聽了一台Performance 然後竟然沒有尾翼的 所以它裡面也是選擇黑色的內飾 反正剛剛已經提到白色內裝了 就順便欣賞以前只有性能版才有的白色內裝吧 白色的內飾 所以它這個門的邊邊已經不是那個擠皮的 是跟你的座位一樣的那個白色的人工皮 所以它這裡是一個Cerami Dashboard 跟黑色內裝的那個木質的版本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它的觸感就是很像陶瓷的感覺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太陽下的時候它的反光很大 所以開車的時候要很小心 你看那個白色的皮在這個車廠裡面已經被人家摧殘成這個樣子了 很多黑黑的 好不好清我不知道啦 有人說Performance的版本呢 它的側身比較低 那我原本以為普通版已經夠低了 結果在台灣他們說Performance的話會低個一公分 所以我就去車廠問了 那我那天是去車廠問了一個人 然後去臉書辦的活動那邊又遇到另外兩個 所以我總共問了三個人 那有人說是裡面那個懸吊差了三英寸 所以換算成公分的話是七公分 可是我覺得有差這麼多嗎 他還有在說是因為放了這個二十吋大輪胎的時候 你就會看起來覺得沒有什麼差別啦 那我是本身我馬就化了康 我眼睛有問題所以我是看不出有什麼差別啦 那另外一個人他就跟我說 說他是的確比普通版還要低 他也只不過低個0.5公分而已 所以呢 我覺得真的是你看不出哪一台是普通版 哪一台是性能版的 因為其實他們現在這個 19英寸的這個輪胎呢 裡面有的人喜歡把那個卡鉗 那我之前是笨笨的講成煞車夾 其實是卡鉗啊把它換成紅色的 那這樣子根本看不出嘛 而且他的內裝 以前 Performance的車才有那個白色的內裝 那現在 普通版的人都可以裝上白色的內裝 只是台灣好像不能夠 改成白色的內裝啦 有人Performance的版本也喜歡裝成黑色的內裝 所以其實 根本幾乎 沒有辦法分辨嘛 那另外一個差異就是那個車尾有一個車尾翼 很久以前是你買這台車的時候 然後他那個車尾翼是放在車子裡面 你還要回去車廠 叫他們裝上去 那車廠的人 他就說很多人就是懶得再回車廠 叫他們幫忙裝啦 如果有人想裝X的話 然後又不想花太多錢的話 你乾脆就買普通版 然後把那個輪胎改成19寸的大輪胎 然後那個裡面的卡鉗漆成紅色的 然後呢 再把內裝呢 改成白色的 然後再去第三方公司 就是買那個尾翼 那這樣子弄一弄 就看起來跟Performance的 沒什麼差別 呵 那麼如果你要看你男朋友有沒有裝X0 裝X0的話 наверное 你只能很仔細的看看 在輪胎裡面 我其實不怎麼懂車啦 但是既然它這個卡鉗可以漆成紅色的話 它這個總該換不了吧 那個像齒輪的東西 那麼普通版本的 是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那你就要看得很仔細 所以這就是那個普通版的 19寸大輪胎 那它也是有這個卡鉗 但是它不是紅色的 這個很明顯 它裡面就已經沒有那個像齒輪的東西了 車廠的人有教我一個很好的辨識方式 就是Performance的車呢 今年開始大部分都會放上這個Duo Model的標誌 那麼它跟普通版Duo Model 雙馬達的車呢 的差異就是它下面會有這個紅色的橫桿 那麼去年2018年的Performance呢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標誌 我們竟然已經做了Model 3的影片 怎麼可以沒試過極限加速 爆充一下性能版的Model 3呢 Rocket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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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